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五页下面 各位念一下 来 Namo Sawa Danta Edo Valudhudi Om Sambalai Sambalai Hung 那念这个座 所有的米 食物 面包 它就会一直七乘以七 七再乘以七 然后它就会变满一圆浮体 什么叫圆浮体呢 就是说各位你从这个看到世界的那一端 这叫一圆浮体就会充满甘露 所以各位任何食物都可以 如果你这样做念三遍 Namo Sawadana Edo Sambalai Hung 或点一只香 那这一只香就不能插在佛前 香是插在外面 插在外面给众生的 或是现在他们做了很多烟共香 甘露香 各位你也可以自己做 就是反正加食物啊 或者加椰子粉啊 或者加奶粉 一点起来会香的就好了 因为鬼道不是吃东西 它是吸那个味道 好 特别在西方国家 你做这个功德最大 因为西方人 他不会希望来拜你佛教 但是这个香味 他马上就会来吸 他就会肚子饱 那个水他就可以喝 这样啊 然后那个时候你最好观想 你变成圣母玛利亚 这样 你要观想哦 佛教说念一下来 南无虚空障菩萨 南无虚空障菩萨 这个鬼神也好 素神也好 你念虚空障菩萨 就会显现他心里所崇拜的对象 去度他 去度他 事实上每一个神 有些都是佛菩萨的化身 随当地人的文化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去引导他离苦 这个意思 好 所以念这个咒字比较小 十六页翻过来 字比较小 受者的利益 就是说 接受我们不失的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 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 他一百七十万年没得吃没得喝 就在当下具足饮食皆得饱满 而且不会分 你不是说 那我这碗饭够吗 因为你念的这个辩食咒 他就变成 在佛经说 整个世界的食物继续在一起 然后每一个众生都得到一份 而不是说一份分两份 就具足饮食 第二个最重要 饿鬼升天 他马上吃了 所以这个咒可以让饿鬼升天 当然鬼永远渡不来 你不是说升天 升天的来得更多 因为他希望升天 那有些人说 那我就不做了 免得鬼来了 你放心 因为你念这个咒 不会被鬼欺负 饿鬼 第三 婆罗门仙诸根具足圆满之想 山上的神仙 修行人 因为你只要念这个咒 所以为什么出家人晚上不吃饭 有时候你精进修行的时候不会饿 因为你在不吃食物 所以出家人每天早中晚都要做 那就算没时间晚上也要做 那这些修行人肚子不会饿 诸根具足圆满之想 所以做这个对修行人有帮助 饿 所以说我们不吃的人 有什么利益 吃者的利益有食 今天有矿泉水吗 有 等一下也要各位拿一瓶矿泉水回去 走到哪里 滴到哪里 好不好 最好你也去商店买一包米 麻烦你慈悲 这一包米今天把它到处撒完 哇 这个是黄金海岸 对你来讲是 对那些二鬼道是黄金 为什么 你把他们给超度了 这边就没车祸 没穿烂病 对吗 那些堕胎胎儿如果得到超度了 那些动物被超度了 这个是对整个世界最好的方法 就会吉祥 不然这些鬼神会撤动在人身上 就像你的堕胎 胎儿不超度 这个胎儿如果刚好跟你结婚 他会附在你儿子身上来伤害 来伤害你 所以他就是被撤动了 那这个人本来很好 他做了董事长 因为说变一个人 鬼神就找他了 如果他没有很慈戒 哪个行为不好 鬼神就会撤动他 所以我们去净化他们 超度他们 然后这个整个地方都会有好处 所以布施的人得到十种利益 一 具足无量功德 最大的功德叫无量功德 原来这个慈悲是最大的福田 供养佛 供养法叫八大福田 供养生 供养阿瑟黎 供养父母 最后一个福田叫慈悲的福田 叫第一福田 帮助这些最可怜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觉得那些鸟可怜 你觉得那些鸟可怜 你就去布施 特别经过餐厅 一定要拿一些水 灑一灑 或是餐厅你要吃饭 拿一些饭 布施一下 超度餐心这些鬼魂 动物 所以具足无量功德 第二 寿命延长 你会长寿 不容易生病 第三 成就供养无量如来 去极乐世界 就是为了去供养无量的如来 结果你在这个世间去施食 你等供养是会有佛的功德 第四 颜色鲜洁 你不用化妆了 自然漂亮 因为这些恶鬼道被你布施以后 他的脸就恢复了 不然他们每个都烧得像火炭一样 然后呢 他们 饿鬼道女人没有衣服穿了 没有这个好事 他们唯一能够穿的就是 就是头发 永远不剪的头发 包着自己的身体 他们也没办法剪指甲 他们的指甲就会穿过他们的皮肤 这样 他们知道哪里有东西吃 爬过去的时候 整个手脚都在冒火 你要观想 他们像蜘蛛一样 肚子大大的 饿鬼道唯一的就是肚子大大的 永远吃不饱 但是手脚像蜘蛛一样 啪啪啪啪 所以老人家叫我们晚上不要剪指甲 你剪指甲 全部鬼都跑掉了 他会怕 因为他认为一定有什么大鬼 为什么他们的啪 这么大声 因为他们出的声音都是指甲的声音 而且鬼怕鬼 所以颜色鲜 第五 强记 我们今天是所以能够听到这么多经典 就是佛陀的弟子阿难多文 叫记忆第一 而留下来了 那因为这个师师法门 就是观音菩萨透过阿难 来提醒这个法门的 因为阿难有一天打坐三天 打坐的时候 鬼来找他 他吓坏了 鬼跟阿难说 阿难是佛陀的使者 你剩下三天可以活 死后跟我们一样做鬼神神冒火 阿难吓坏了 那怎么办 然后就跑来问佛陀 佛陀说 那个不是鬼 因为那个鬼说 如果你能够为我们供养所有的佛 不是所有的恶鬼道 你三天不死 还可以长寿 阿难就跑回来问佛陀 佛陀说是 但那个不是鬼 事实上我告诉各位 修行人 有时候很多菩萨会化成鬼 来看你修行慈不慈悲 这个叫考试一样 让你累积资粮 那个不是真正的鬼 所以这个鬼就 这个观音菩萨化成面染鬼 来告诉阿难这个长寿的方法 不然阿难三天就要死了 我们现在就看不到经典 所以他回来问佛陀说 哪有鬼告诉你什么方法 鬼哪里知道 是观音菩萨化成鬼 告诉你这个方法 去布施给供养 替所有鬼供养佛 替所有鬼布施给他们 那阿难就问佛陀 我出家人 我哪有这么多食物东西 去为所有鬼做供养 佛陀说很简单 观音菩萨说 念这个奏 这个叫增广加持辨识奏 可以化成无量无别 替他们上供 也替他们下施 所以阿难变成强记 所以各位你记忆力不好了 或是你儿子希望记忆力好 你叫他每天去布施几颗米啊水啊 他可以强记 第六 你不用怕鬼 夜叉罗叉鬼等皆味 因为你不思 喜欢念辨识都不思 你身体有七道光一样 像上帝 威德 所以他们看到你眼睛都睁不开 因为你自然有那个威德力 所以不用怕 第七 心得清净 没有烦恼 因为你解除了这么多恶鬼道的烦恼 反作用力 你没有烦恼 第八 正犯天威德 我刚刚讲的 犯天就是上帝 你有他的威德力 第九 遗诸怨敌常得圣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佛经有说 如果真的有人故意要栽赃你 告你伤害你 你不要怕他 你每天早上起来施死 佛经说 一点点稀饭加一点牛奶 念念辨识咒 布施给恶鬼道 布施完以后再说 哎呀这些鬼神啊 那个四海韬要害我 请你帮忙 然后他就让你 让对方没有利害你 所以各位千万你要用到好地方 你不能用到坏地方 我老公有小山 我就给他做一做 那不行了 那个不行的 那讲的是真正要找你 这个小山你没有查到因果 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所以第十三宝意念诸天永护 你看 所有的佛法生三宝都意念你 因为你在替佛慈悲 知道解吗 替佛慈悲 而且护法善神保护你 后面还写了26条功德 施死甘露了26条功德 发财啊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可见经常施死 便念寿便食咒 对受者跟施者 都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各位把它背下来 好不好 每天就一点点米 或是加水 再来甘露水真言 就是说光水也可以 跟我念一次 Namu Solo Boe Dantai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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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 Om Solo Solo Banai Solo Banai Solo 萨伯赫 其实你念个几天就背下来了 Namu Solo Boe Dantai Doe Banai Solo 就是点水 那一般点水会点七滴 如果说你要喝水的时候 这一杯水先供养 你要喝一杯茶喝个饮料 你就先供养 那我为六道众生 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生 然后你就念这个重 或是滴几天出去 布施你才喝 这个就是个意思 因为为所有鬼先供养 在布施给他们 你连喝一杯水都有无量功德 特别是饮料 特别是牛奶 事实上 吃素的人还是少喝牛奶 对母牛不公平 对不对 对小牛不公平 但是很多孤魂野鬼 喜欢牛奶 如果你的儿子晚上经常哭 最好的方法 用你的母奶 第三滴 或是买一点牛奶 布施出去就好了 然后这些小孩子 就不会来干扰你儿子睡觉 他就不会哭到天亮 发烧到天亮 白天好好晚上发烧 白天好好晚上哭 都是因为 这个小孩一生下来 他的冤心在主就跟来了 把他来投胎了 所以佛经教我们要这么做 所以各位以后很简单 你爸爸生病 试试看 马上拿一杯水 加一点白饭或是米 然后就算你不会念 你有那个心就好了 念观音菩萨 拿到后面花园或河里油 把它放着 然后再把它倒掉 就回向给你父亲 他突然那个发烧就不见了 因为你对他身边的冤心在主 有在款待他 有在注意他 他那个发烧就不见了 这样你就不用有太大的 你再慢慢去找原因 所以有16种功德 念这个重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每次拿到水 念一下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就是说 这个水透过阿弥陀佛的加持 变成八功德水 供养十方佛 然后打滴几机出去 灼足二叶 那些二轨道的二叶都洗干净了 第四行 六道清凉 六道清凉 六道是天道人道阿修罗 第一轨道出生道 都得到这个水的力量 就这样四季 你喝一杯水都可以做很大的功德 上供下施 当然如果你福报要大 我们外面摆了很多瓶放在地上 希望更多来喝 各位如果你愿意在家里 每天早上供七瓶水 四十九瓶 一百零八瓶 还是一杯一杯 都好 越多杯越好 供养完以后 分几杯给人家喝 其他走到哪里到处洒水 因为澳洲缺水 你多去帮助 你缺水就是不食水 然后他就会不容易缺水 而且每个花草树木都是需要水 你走到哪里都给他不食 而且花草树木里面都有聚集这些鬼神 摊他的香味 他要吸他的香味 因为鬼神用香味做食物 所以有香味的他们就靠过来 像蜜蜂一样 但是你又给他不食水 然后这个香味会更香 他又可以喝到水 得二死十六种功德 念一下 一 寿命长远 二 颜色疏美 三 气力充盛 好 这是一般人要追求的 长寿 外表漂亮 气力充盛 第四 心常欢乐 便才无智 恒无吉祥 内心很快乐 不会忧郁症 心情很好 以前一件小事给你 你会痛苦了半天 现在你正常做这个 小case 这样 几秒钟就过去了 因为你正面的力量很大 而且口才非常好 便才无智 这些恶鬼道 没得吃那么久了 你给他喝到甘露 他嘴巴就可以讲话了很快乐 所以 而且很无吉祥 七 口中相结 八 人皆敬仰 九天神四味 所以从今以后嘴巴自然发香 因为恶鬼道喝到了 你得到这种行为反作用力 而且人皆敬仰 为什么 你对最可怜的众生都尊重他 那你被尊重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什么叫学佛 等一下 尊重别人 尊重 尊重众生 各位记住 这个人没有没缺点的 但是他的佛性依然在 要尊敬他的佛性 千万不要看不起对方 千万不要自以为说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可以对不起我 不要看不起对方 因为他的佛性都还在 一个男人最可怜的 就是不被他所爱的女人尊敬 听得懂道理吗 所以他就去找别人尊敬了 这是你造成的 因为你不尊敬他 如果你三不五十赞叹他一下 他觉得我很伟大 I am a king 他就不用去找queen 所以这一点 但是你 我讲错人了 罗里巴说 然后他会很恨 你嫌他赚钱也赚不多 所以男人都是给女人气死的 我讲的是实话 我讲的是实话 我们看来 像以前有个太太 戴上的现实力 我老公中风 我老公糖尿病 她又有肾脏病 然后就问我怎么办 我们都指着她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有吗 是她怎么我 你每天这样念念念念念 你把她念死了 她没成就感 所以我讲的是实话 这个时代很简单 女人比男人聪明 因为女人受的苦比男人多 感受强 她自然很聪明 男人有时候直直的像阿兵哥 她偏偏偏要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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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请尊重男人 佛陀说的女人永远不能骂男人 佛陀亲口说的男人不能对不起女人 佛陀制定的戒律男女和平相处的方法 女人永远要比男人晚睡早起 然后佛陀有规定 男人永远要记得买香水礼物供养女人 骗也要骗啊 所以各位佛陀这个都制定的非常非常的好 再来男人要把金钱经济能力交给女人 但是女人不能拿男人的钱去赌博 男主外女主内 这个佛教都写得非常好了 你要去看那个六方礼经 六方讲的是六种关系 对上师、对职员、对先生、对太太、对儿女 对三宝要怎么去做 因为身为一个佛弟子还是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包括对佛要怎么样 对神要怎么样 对众生、对鬼道、对动物要怎么样 佛陀都写得很清楚 那各位最好去了解 好 所以第十、第九 天神四位 你对鬼 事实上念一下 恶鬼升天 所以很多天神 大部分都是以前做鬼 直接被超度了 所以所有其他的神也会来尊敬你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位道宣律师 他在中南山一个人闭关 他不用下来脱波的 因为所有的天神每天排队轮流供养他 然后道宣律师有一天问说 你们就同一个来 为什么每天换一个 那个天神说 哎呀大和尚 我等多久才等到我供养你 我供养你我可以升天 我以前是做鬼被你超度的 因为道宣律师辞 所以他每天都要施死按照规定 给这些孤分野鬼 所以他们就升天了 然后他们来供养他 他还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排多久也要来供养 所以各位出家人还烦恼钱吗 要烦恼有没有持戒有没有慈悲啊 所以各位一定要这样去做 这个天神世卫不分在家出家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听我这样说 以后每天都要做好不好 学那个巴厘岛的女人嘛 人家每天有没有去过巴厘岛玩啊 Dempassa Dempassa不是离澳洲很近吗 离澳洲最近的就是Dempassa Dempassa的女人每天都要做米啊 水啊 花啊 香啊 灯啊 窗户摆一个 前门摆一个 后门摆一个 女人就负责要做这个 一天要做二十个 每一条路都给它放好好的 所以Dempassa至少比较有福报 这个是在第八世纪佛教留下来的 在印尼以前是流行密称跟大称佛教 后来变成回教这样而已 但是这个在Dempassa还是留下 那他们就说这个是婆罗门教 至少是佛教的仪轨 好 所以第十 披射这鬼现行 什么叫披射 鬼王 很凶的 但是你对鬼道很好 披射这鬼会变成人来帮助你 感谢你 叫披射这鬼 第十一 生无疾患 不容易生病 所以你要身体健康啊 多做这个 所以家里我们中国佛教最重要的 家里有人生病 乃至家里有往生 国家都要做水入空超度 就是布施给孤魂野鬼 布施给孤魂野鬼 整个国家果印就改变了 中国佛教最大的法会 就是粮黄啊 放咽口啊 水入空啊 讲的都是私死 甚至还烧一烧船啊 上面放一些元宝啊 食物啊 在海边 布施给所有水鬼 众生 那各位现在要经常做 因为你经常做 女人负责做 男人负责发财 他才会赚钱 所以各位不要吝啬 多供几杯水 撒出去也好啊 供几包米 然后小朋友出去上课叫他撒一撒撒一撒 变满甘露 你把米撒在地上 你等下来看你会很感动 澳洲的蚂蚁长得蛮大的 一只蚂蚁都可以抬一颗米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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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就跑掉了 我去西班牙葡萄牙 那个蚂蚁更大 砰一颗再排两颗啵啵啵啵啵啵就跑掉了 因为他们最喜欢米 慢慢咬慢慢消化 米很香 但是千万不要给糖 蚂蚁会拉肚子就死掉了 蚂蚁不能吃太甜 它们喜欢吃 就是咸的一点点可以 但是很多人说 我喜欢蚂蚁干脆喂糖 就害死它 当然你也不是坏心 它容易肚子脏就会流 就会拉肚子就死掉 但是就一点点就好了 但是米是刚好 因为米有一点点甜度 它们可以咬化掉 第十二 威德鲁王 那你就会有做 做王的福报 甚至世间的最大的王 第十三 恶人恶鬼间接生喜 你不会被欺负 所以我经常去监狱 我做了事实 我去监狱 监狱人把我当做皇帝 那些死刑犯 要死之前也要见见我 因为觉得说 看到我就很欢喜 这叫恶人恶鬼看到你欢喜 因为你让他欢喜 他死就不会下地狱 他死了我就会说 没关系你来找我 然后我在办法会 我一定超度你 但是你不要回家 回家会吓死你家里人 老实说 如果往生者流血 回到家 家里就不好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超度祖先 一定要超度多胎胎儿 一定要超度 你不超度 这是对你不好 对往生者更不好 对家里人更不好 会干扰全家的人 第十四得千龙王福报 这个千龙王比地球大百千万个 合起来叫一个千龙王 所以 念一下 慈悲的福报最大 慈悲的福报最大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方法 告诉各位 各位要真的去做 第十五 梦见诸菩萨罗汉 会梦到鬼 你会梦到鬼就是忘了做 他会来给你拜托 拜托 甚至地上经说 你梦到死去的爸爸妈妈 或祖父祖母 那个不是真的他们 是鬼 过去世的 累劫的父母亲戚朋友 他如果用他的形象 你不会认得他 所以他会变成你认识的 爸爸妈妈来找你 所以你就为他念三部地上经 他就超度了 再加上你会做失识更快 第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震动 你变成一个有福报力量 你生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我就会放光 所以重不重要 太简单了 水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每天都要喝水喝饮料 布施几地几地出去 习惯 然后你每天都要吃饭吃面 你把整片布施在那边 那鬼跟你磕头老天亮 披萨 多香 当然有些人问我说 那上面有肉 那些罗刹鬼跟你磕头磕老天亮 有肉 所以 那当然只是你把它捏一下 你千万不要说没有素食 反正有的就布施一点点 所以各位要最好去买那个小盆子 或是像瓶盖 瓶盖上面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小范范菜 就放在树下 我们昨天去超市 这边有在卖那个面包皮做的一个 一个像船一样 人家在吃什么 用那个去布施就最好 因为那个是食物 所有都可以吃掉的 你越这样做 你的家庭 你的公司 你所住的地方 就会吉祥 这是佛教徒 特别各位在这种边地 因为他们当地人不会做的 但是有大称的佛教徒 有这个悲心 替他们做 那现在要带各位念的是圆满的遗轨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不会念圆满的遗轨 你只要念三个字 他们也吃得到 来 奥阿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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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得到了 奥阿奉 或观音菩萨 是观音菩萨会加持这个甘露 待他们也超度 这是最简单 那你不要说这样 那这一本就不用看了 那你太浪费了 你因为你读的越多 力量越大 这里面还包括把地狱给打破了 居然要同样布施七哥米 我可以让地狱的众生来 那你在澳洲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那你事业顺不顺 这是自然的道理 但是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照你的想法去做 为什么事业还不顺 你一定有破戒 你可能对不起你太太吧 所以各位 你要做善事 首先要持戒 你要守规矩 你要把戒律守好 你再去做 好 第十一页 翻回来 第十一页 甘露死死 不分在家出家 我必须强调 因为很多人 师父 我师父说我没有功德做 做了鬼请不走 我说你师父也不见得有功德 因为不是出家就有功德 是持戒有功德 是慈悲有功德 所以千万不能把认为说 这个超度是我们出家人的特权 你交钱就好 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不好的思想 因为佛陀在经典 我特别把经典举出来 若有比丘 比丘女 幽婆社就是三宝弟子 在家的 幽婆也是女众 包括小朋友做最好 同男同女 因为任何众生都不会怕小朋友 他很单纯 所以小朋友出来做 那些老鬼 那些痛苦的 很孤独的